他已经完完全全被他妈妈洗脑了 现在就是一个妈宝男 我做了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可他却不懂 我想要的 不过是回到从前美好的样子 我希望他能听我的话 继续陪我走下去 有请这队恋人有请 男嘉宾小张21岁来自辽宁 女嘉宾小李21岁来自江苏 有请两位 有请 喂 两位 咱认识的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吧 不是 以辽宁 以江苏嘛 但是我们在一个地区上大学 在辽宁 是我那个社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两年多 小片的最后你是希望留住他对吧 对 你的焦虑是 他什么都听妈妈的话是吧 对 他妈妈就对他控制欲特别强 我就是觉得已经强到 就是严重地影响到我们感情了 他妈妈会经常地给他打视频打电话 最严重的一次是当时我们放假 然后他当时就去我的老家找我玩 他才没待几天吧 他妈妈就一直打电话催着他叫他回去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出去了这么久啊 你都不想妈妈嘛 然后说什么有了女朋友就忘了妈妈 就这些话 然后他直接说我现在就买票 然后第二天就回去 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即使我们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因为这个事大吵了一架 他第二天立马就走了 其实不是我想订票 我妈让我早点回去 因为这次我出来其实没告诉我妈我去这么远的地方 我现在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妈既然没问我就没说 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是来找我就是很难为情吗 还是怎么我很丢人吗 主要是因为去太远的地方嘛 怕他又不让我去啊或干嘛 然后一开始我就想瞒着他 后来也是没瞒住 他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了嘛 行 心里不舒服啊 对啊 他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 当时其实假期也快结束了 现在来这这么些天 我也回家陪陪我妈几天嘛 反正我就是觉得 他现在就是被他妈妈洗脑了吧 然后就是他什么都听他妈的 还洗啥了脑 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 就是在外面都是现在实习嘛 为了方便我们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房租平常都是由他来负责 因为他爸爸妈妈比较宠他 然后给他生活费特别多 他就说这个房租就是他来承担 然后我就是承担家里的 一些小的一些东西的费用嘛 然后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 能不能AA这个房租 我就答应他了 我说好 就是在那天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就是我感觉到 他好像不是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了 就是以前他经常会带我去 出去玩啊 吃东西啊 就我们两个什么节日都过 特别有仪式感那种 但现在特别平淡 他也不会给我送什么礼物了 后来呢有一天 我就看他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是他妈妈给他发的 他妈妈说什么 现在女孩子都爱贪便宜 你不要给他花太多钱 什么之类话 当时我就气炸了 我平常也没有花他什么钱 而且我自己会赚钱 结果他妈妈还提到了 我学历的这个事 因为我是学艺术的 他是学理科的 他妈妈就瞧不起我们艺术生 我们两个吵架 平时他也会说什么 我高考分啊 没有他高什么的 当时我还觉得他开玩笑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妈妈说了那些话之后 他才这么想的 咱俩吵架了说的不也是气话吗 而且实际上来讲 那你们学艺术的 就是没有我们学文化生那么累吗 谁告诉你的 我们艺术生也很累啊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练身什么的 你们练身的 我们早上也刷题啊 你们就是走一条捷径嘛 而且说到送礼物 那刚在一起追求的时候 肯定要男生都送一些礼物嘛 而且后来咱俩都在一起合租了 我就想把一些钱 花在更能接近生活的地方嘛 你确定是因为时间长了 不是因为你妈妈说什么了吗 这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我不知道你妈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就是我们两个人 谈恋什么事她都要干涉 有一次 她妈妈就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打电话过来了 电影就已经开场了 我就说你能不能等一会儿 就看完电影再回你妈妈 然后她不听 她就非要立马出去接 然后等她回来的时候 那个电影都已经播了一个小时了 每次都被她妈妈搅和了 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但是那天约会 咱俩不还一直在一起吗 就电影这一件小事耽误了之后 不还在一起 后来又逛街吃饭吗 可是每次逛街吃饭 你都是要拍照发给你妈妈报备的呀 其实就是因为那天看电影时间长 然后我也约会时间也久了一点嘛 我妈就打了个电话 而且我也没感觉是 打一个小时那么久 也没打我啥 就是问咱俩什么情况 不也是关心咱俩 她都是一个成年人了 就是她谈恋爱什么事 都还要告诉她妈妈 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 我是跟你谈恋爱 不是跟你妈妈谈恋爱 听到这儿 大概脉络已经清楚了 还有什么事 让你不能接受吗 姑娘 还有就是 她其实之前也去过我们家 我爸妈妈就挺支持 我们两人谈恋爱的 然后也没有多干涉什么 但是有一次就她提出来说 让我去她们家 拜访一下她妈妈 我觉得可以啊 然后她在跟她妈妈说的时候 我当时就正好在她们旁边 我就看着她给她妈妈 发的短信 她妈妈就来一句说什么 那我就把她当成 普通朋友对待就可以了 当时我就觉得 听着特别不舒服 当时她是误会我妈的意思 主要是当时 刚在一起不久嘛 我怕她紧张 然后我就想告诉她 我说你当普通朋友 你也不用太多地顾虑什么拿礼物啊 什么话术什么的 就不用想太多啊 你轻松一点来我们家嘛 而且再说 如果咱俩后来发生什么事 吵架来 我妈不也想 别让你有什么不好名声吗 先 你觉得你妈妈是这么想的呢 她难道不是因为 就怕我把她宝贝儿子抢走了吗 妈妈的事情 我们基本听明白了 咱就把妈妈放在一边 她自己对你提过什么要求吗 自己对我提过 就是她现在变得控制欲特别强 就以前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我就是会做一些 礼仪啊模特这种兼职 然后她之前都会陪我一块去 然后还会帮我拍照片 发朋友圈什么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不怎么发朋友圈了 然后也不会陪我一起去 然后我有一次 看她以前发的那个朋友圈 底下评论 她妈妈就在底下说什么 女孩子不要出去抛头露面 然后穿得很暴露 就这么说我 我觉得不发朋友圈 跟我妈没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一开始刚追到她嘛 我想追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还是想炫耀炫耀嘛 然后后来我俩越来越稳定 我觉得就是 也是想低调一点嘛 太炫耀也没有什么好处 然后再说后来 也到夏天了嘛 她穿的裙子 然后我想我要再发 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吧 而且我妈也只是 提了一个建议 说这种穿的不太好 我感觉就算 你问一下你妈 你妈也可能觉得 那个裙子很短吧 这都什么年代了 穿衣自由 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呀 而且那些就是很普通的衣服 就是短裤短裙 夏天了那女孩子都爱美 穿好看一点怎么了 但是你想你平时做什么兼职啊 模特什么礼仪什么的 我不也想没什么安全感吗 而且我妈说的她也没有错呀 是你妈说的还是你觉得呀 只能说一见一致 她妈妈说的 因为以前我们刚在一起 你信她那鬼话 刚认识的时候 她妈说的 不就她自己吗 可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穿衣服呀 然后她当时也没说什么 就是后来在一起久了 然后她妈妈跟她说了之后 她就不让我穿一些短裤啊 短裙了 除了在穿着上面 对你有这种控制之外 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还有就是她现在会查 我每一笔收入和支出 就查我的账单 就我每天花在哪儿 都要跟她说得一清二楚 她之前有一次 我无意间看见 她给她前男友 转过一笔大几千的数 然后问她 为什么你要给你前男友 转这么多钱 她说她忘了 我觉得你就是心里有鬼呀 你就是这种情况 你怎么能忘呢 我觉得那件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问这么清楚干嘛呀 那件事就是我跟她 还没有认识的时候 发生的 而且我当时 跟我前男友转那笔钱 只是因为想帮助一下她 就是转这笔钱给她急用一下 我没告诉她 主要就是因为她脾气特别暴躁 那一天 她直接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就把我前男友电话拨通了 然后打过去质问她 就那么晚了 她凌晨两点打过去 不会打扰别人休息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 哪怕你告诉我 我可以一起 这钱是谁的 这钱是她的 我觉得你支吾吾 就是心里有鬼瞒着我嘛 啥鬼呀 我怕是没分彻底还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现在已经跟你在一起 好好的不就行了吗 那些事都是我们俩谈之前的事了 而且就是最让我恐怖的一点 是什么呢 她当时直接拨通我前男友电话号 我都不知道她是哪儿来 我前男友电话号码的 我其实之前看过这个短信之后吧 我就顺便给她前男友电话号背下来了 脑子多好 快速地背下来 你想留她是吧 嗯 留她的原因是 我认为其实不要太 对我妈有太大敌意吧 有些事其实也算是我自己判断 只不过我俩意见一致 你确定是因为你妈吗 嗯 我觉得跟我妈关系有一点 但我觉得不要这么大敌意 好 你觉得男生相信你吗 信任你吗 我觉得她慢慢地开始变得 有点不信任我了 不然不会对我控制欲这么强 嗯 所以你头脑还是清醒的是吧 能离开她吗 其实还是比较纠结 因为我们两个也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嗯 然后也都见过家长了 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就挺好的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她慢慢地有点变了 嗯 大几了 大四 你呢 我跟她一介的 怎么打算呀 我可能会回南方 我决定考研到她家城市那个学校 你妈让啊 从小到大 关于学艺这方面我是很自主 哦 她愿意追随你 但是我也不确定 她一定能不能成啊 而且她从那么远的地方到我们那儿 我怕她妈又会觉得是我拴住了她儿子什么 你别你别老是她妈跟她妈其实没什么关系 你是打小就想到南方去读读书还是因为她要去读书啊 其实一直有去南方那个想法认识她之后肯定更坚定了 所以你要明白啊 去南方读书是她自己的一个愿望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先把这点给弄清楚好吗 什么时候意识到这女孩快要离开你了 争吵肯定越来越多了嘛 没有刚开始在一起那么时候那么 你觉得她今天能离开你吗 我还是希望不要离开她 她能离开吗 今天 不能不 所以你心里是有底的嘛 她是不能离开的嘛 你确定你们之间的所有问题都是她妈妈带来的吗 我觉得一大部分是这个原因 但是一小部分肯定还是有她自己原因 毕竟她妈妈只是跟我们两个人感情没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就是她如果能不那么听她妈妈的话的话 其实我们两个感情还是会很顺利的 你确定她是因为听她妈妈的话才对艺术生看不清吗 这个我没有想过 你确定她是因为听她妈妈的话才跟你AA的吗 你确定她是因为听她妈妈的话才查你的消费记录吗 你确定她被你前男友的电话号码是因为她妈妈教她的吗 你确定吗 我不确定 学什么专业 学工程师 设计专业 多有优越感 你这帮学艺术的都是走捷径 是吧 不我不针对学艺术这个行业 只不过是我们两个个人情况 行 漂亮是吧 那肯定 除了漂亮呢 在生活中她特别细心 像比如说小事 包括打个车点个外卖 这种活我都让她 就是有时候她也教我怎么做 然后大 伺候的好是吧 除了伺候的好呢 她其实是特别善良的人 而且毕竟我是学理科的嘛 我很喜欢聪明的人 她就是那种非常聪明的人 尽管可能在理论知识上不是很聪明 但她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学习 生活其他方面的东西特别松明 然后这点比较吸引我 听懂了吗 伺候的好嘛 善解人意嘛 能够理解你嘛 你做越界的事 它都可以站在你的角度 帮你想嘛 是吧 嗯 好像这优点都对你有利 好像是这样 好吧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笔特文圈 我看有些老师已经坐不住了是吧 咱们是不是让那个坐不住的 先发言啊 闻老师 我看你已经三次拿起了话筒 是吧 咋了 我一整个大裂开 你跟我们说 你觉得艺术人走捷径 他走哪下捷径呢 你告诉我 你是踏踏实实勤勤勤恳 辛辛苦苦走到今天的 人家是走捷径的 你这么认为吗 我对 首先我对艺术这个 艺术生日这一 你什么都不懂 你到底下什么定义啊 因为我曾经听他说过 他说他是中途学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当时就听到那个意思 我误解 你听什么就是什么 我其实一直想跟你总结一下 就是姑娘 你的人生 你的经历 是用来提高你自己的 不是用来改变谁的自我意识 不是用来讨好你外来的婆婆的 男孩儿 你的父母一定对你很好 你也应该再更有爱的爱中长大 但是这种爱助长了你的自负 你对于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就是你是不客观的你知道吗 甚至你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到你的女朋友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你今天说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对她的想象 和你想要的结果 你是以结果为导向去判定 你们这一段感情和关系的 但你不一样啊 你很在意她呀 你如果不在意她 你根本就不会在意她的妈妈怎么想 从上台到现在 就在讲说 如果没有她的妈妈 是不是我们两个就能好好的 怎么可能没有她妈妈呢 你能没有你妈妈吗 你觉得你说这话可笑吗 你这个前提根本就不成立 为什么这么卑微 她否定了你过往所有的成绩 在你们出狱的时候 她否定了你的自我价值 很多时候不要看男孩子说什么 我喜欢你我爱你 看他怎么做 他付出了什么 时间 精力 金钱 你自己去想想 你们俩的付出对不对等 不要她说 我要考研去你的城市 她考研这件事情是利他的 她考研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觉得 哇 她来到我的城市 好的 你跟她再好个两年 我跟你说 她妈妈也不一定同意 为什么她妈从根上去看不上你 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你如果对她还有感情 但是这个男孩有一点我可以说 我觉得她 其实她内心还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人 因为她能够这么听她妈妈的话 就说明她是在一个比较正向的 充满爱的家人中长大的 只是她的一些价值观 现在非常的有问题 你要如何帮她培养一个好的价值观 首先我不提倡 我也不希望你去帮她培养这个价值观 如果你非要做不可的话 现在第一你开始跟她建立起物理距离 你俩不要住在一块了 你们现在减少一些那些不必要的 不属于你们这个年纪应该有的生活状态 好好的去过你的大学生活 第二件事情就是建立起你们的心理距离 你们俩的心理距离现在过于的紧密 太近了 你拼命地想往她的世界里凑 她拼命地跟她说 你不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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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有时间麻烦去提升你自己 你长得那么漂亮 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 不坚定和不自信的情感状态呢 你向她学习 她怎么爱自己 你就怎么爱自己 文老师 年轻人说话真的是特别的傻 太喜欢了 就是直接的这种表达 我觉得这男孩子吧 这么说吧姑娘 她爱上的既是你 又是她自己的欲望 而你只不过是她欲望的一个过客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谈原生家庭 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 但它绝不是我们回避 当下现实问题的一个理由 你有没有想过 就这个男孩子 他对你的控制 一个人之所以对另外一个人 会有特别强烈的控制 通常有两个典型的 内在动力 一个动力就是她认为她自己高高在上 优越感 所以我有权力去掌控别人的行踪 或者是意志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内在动力是来源于 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所以我要通过另一个人属于我 来去完成我是完整的一种自我感受 所以对于这个男孩来说 他两部分都有 为什么说他两部分都有 第一部分你男朋友很聪明 所以他被他自己的素质 以及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鲜花掌声 让他就感受到 他是唯一的一个中心 你怎么想你怎么感受 不重要 第二点 他从来没有真的属于过他自己 就刚才你在说他怎么就是跟他妈妈的那样的一个情感链接 那是一种未分割的一种情感关系 所以他不属于他自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对于他认为属于他的欲望的组成部分的控制 会非常的强烈 女孩可能他弥补了你很多内心当中 对自己的不满 你之所以会选择他 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你对你自己 在所谓的才华或成功这个部分上 是失望的 我要在另一个人身上去实现 自己内在的自卑的东西 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你的和不是你的 并不能通过另一个人来去获得 所以何去何从 希望你们二位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有更加成熟的思考 谢谢 白老师 从专业角度解读的非常的深刻啊 我从你们生活当中说几句 分开吧姑娘 你是一个单纯美好的个体 也应该以后持续的向着更美好的生活去前进 你如果跟他持续在一起 你的光芒就没了 从我的理解角度讲 他还真不是一个妈宝男 他可有主见 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是拿着他妈来当挡箭牌 为什么一开始不说你的裙子短啊 追你的时候呀 他可知道怎么追了 捡你爱听的夸你所有的都是好的 时间长了呀 你的情感投注到他身上去了呀 你的那种依赖型的东西出来了呀 他知道这个时候分寸可以拿捏到 我来控制你的穿衣了 所以如果你长期跟他在一起 你的光芒真的会没有 艺术生怎么了 艺术生本身就是因为艺术特长而走入大专院校去发挥自己的特长 他没有 其实他是自卑的 他怕你跑了 其实是因为他不配姑娘 不是你不好 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悠久 他绝不会去贬低身边的人 绝对不会去说你这不好那不对 他只会鼓励你 男生你实话实说你是马宝男吗 不算太是吧 我觉得你真的不是 你挺有主见的 你真是个马宝男 从一开始你就会问你妈妈 我追艺术生行不行 你根本没问你妈呀 你追到手才跟你妈说呀 对 如果你真是马宝男 真是你妈介意她花你钱租房子 一开始你就得问妈 我能不能交房租让她住 她是外地姑娘 你从来不问 你有主见得很 你也知道这样的女孩 你如果不用这样的方式 你看不住留不住 但是我告诉你 一个人想要拥有另外一个人的爱 只有一点可以得到 就是你真心的爱她 什么叫爱 爱是让她变得更好 爱是鼓励是支持 是包容 所以我觉得今天把大家情感和欲望 放在这里 拿出来 让你们一对年轻人都看清楚 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 我希望你们去好好的思考 在真的是花一样的年纪 我都希望你们做更美好的自己 希望你们懂得爱的真谛 谢谢 严老师说男生爱她 我真不觉得那是爱 顶多就是喜欢 爱首先是尊重她 可是你的所作所为 并没有尊重到她 这个男生 虽然说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妈包男 但是她的行为模式很奇怪 一个已经成年的 即将大学毕业的男生 凡事都要向妈妈汇报 这个挺让我不能理解的 我不知道这个妈妈是真的跟你 还没有剪断那根隐形的旗带 虽然你身体上那根旗带 在二十年前已经剪断了 她说是不是 心理上跟妈妈的那个连结的旗带 还没有剪断 还是这个妈妈只是你用来 控制你女朋友的工具 事与不是 我想你自己心里可能更清楚 我希望你至少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 其实它就是一场注定 为了分离的相聚 可是你呢 是你不舍得分离 还是妈妈不舍得分离 但是如果你们分不开 那么你们这个恋爱就没法谈 因为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也不能独立的去爱她 姑娘 你不是在跟一个她谈恋爱 你是在跟她和她妈一起谈恋爱 希望你自己想清楚 我的建议是花样年华 恋爱就应当是快乐的 如果这个爱情 这段感情让你不快乐 应当早做决断 选择离不离开一个人 不要去想 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 不要去想她曾经对我那么好 这些全是伪命题 你唯一应当思考的是 她是不是适合我 她是不是让我感觉到 幸福和快乐 好 这么多 谢谢张老师 来我们听听 广电帮帮团老师们的意见 男生 作为广电帮帮团呢 我只想跟你说的是 其实我们原来说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那么现在我们说 专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不同的学科都是在服务国家的需求 艺术生有艺术生的丰富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那理科生呢 有理科生严谨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说你能很好的融合这一点 从他的身上你得到启发 因为你也是在学设计的 你能得到启发 你能得到更高的灵感的话 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 具有人文素养的复合性的人才 作为广电帮帮团的成员呢 其实我特别想帮一下 这么美好的一个姑娘 刚才在化妆间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是 我正在化妆的时候呢 你男朋友走过来问化妆师说 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女朋友化妆 这个事情其实有两种解读 因为你就在旁边站着 你也完全可以自己问嘛 她既然走过来帮你问了 我觉得两种解读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种呵护 而且你还很享受这种呵护 那你就继续 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 让你很不舒服 是她对你生活的一种支配 连你什么时候想化妆她 都想去支配 我觉得青春这么美好 你更加美好 不要把这美好浪费在一段 不值得的感情里边 谢谢老师 小伙子 我就紧探讨你们俩之间一点 好不好 你特别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你去那个地方看她了 你妈来了个电话 你第二天这事还没完 你敢拔腿就走吗 就妈说儿子我想你了 你走吗 你还是不尊重她吗 其他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我看到的就是不尊重 就这段恋爱关系当中 你觉得它没有那么重要 这工匠实际上面是被轻视和轻默的 所以你以后如果再谈恋爱的话 或者你们俩再继续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调整一下 对 行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 会生活 选广电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大 我觉得老师其实说特别有道理 其实我就是一个在鲜花和掌声中走过来 导致我现在特别的自负 首先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吧 我要对我自己的傲慢和我的偏见 说一声对不起 其次还有老师说过 对人 首先要最重要的是真心嘛 真心既然体现在哪儿 体现在时间 精力 还有金钱 我反思了一下 确实这几方面 一开始不管是装样子还是怎么样 肯定没有一开始做那么好了 这是我最应该改的一个地方 还有像老师说的 我确实是该把隐形的期待给剪掉了 我应该有一些自己判断的能力了 好学生不会写检查 但是听过坏学生怎么写检查的 所以你们说他这个智商很高确实是 恋爱这件事没那么复杂 老师们说的特别好 开心就行 我得快乐 不是在痛苦里的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好吗 会出来吗 白老师 觉得会吧 男出女不出吧 我认为是双出 估计是双出 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开门